哇 太浪漫了吧 完全沒有預期到我煙火出現 超驚喜的 真的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哪裡了 我們今天不在東京 我們來到了長野 我們早上大概九點半從東京出發 現在到這邊已經差不多快十二點了 不錯啦 那這個時間點當然就是要先去吃午餐 填飽肚子囉 長野最有名的東西就是蕎麥麵啦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要吃什麼呢 來吃這一家阿布拉雅的Soba 那這個Soda的蕎麥麵啊 吃起來非常的Q 吃完囉 吃完囉 去牽車囉 租好車啦 現在要上車囉 我們去飯店之前我們先去參觀一個自然景觀 叫做苗明龍 也就是瀑布 這邊有一個人 這邊就是日本百搭瀑布 苗明瀑布的英姿啦 看完了漂亮的瀑布 現在要去今天的重頭戲 阿帕Hotel 耶 現在終於來到我們的飯店啦 這是什麼 上月兩號的阿帕Hotel真不錯 哇 葡萄長怎樣呢 這個飯店的房間阿 他本身就還蠻寬敞的 對啊 就是他除了睡覺區域以外 他就是坐著休息的區域也是蠻大的 因為這間飯店他本身就有踏步的關係 所以呢 浴衣當然也是少不了的囉 然後他很貼心的附上一個很可愛的小紙盒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飯店的設施吧 這邊阿帕Hotel的博物館 我們講出的阿帕Hotel的歷史 晚餐我們就來吃阿帕Hotel裡面的Buffet 這邊餐廳的菜式啊非常多 我應該可以吃得很好 嘿 這是今天的晚餐啦 看起來超豪華的喔 吃飽飯囉 嘿嘿嘿嘿 現在就是要來去看 Illumination的時候囉 要拿票喔 自己本身阿 我們兩個都沒有住過就是 有Illumination的飯店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蠻特別 蠻有趣的 平卷入堂 嘿 歡迎光臨 不是在東京看 Illumination也別有一番風味嗎 對啊 這邊的場地整個都比東京的Illumination還大 所以比較可以慢慢地逛啦 而且比較沒有那麼急 比較像是一個完整園區的感覺 對 前面有魚吸到我煙火出來 對 超驚喜的 真的 我們要穿過這扇門 要進去看Illumination 現在來到這一區是動物園 很美 這園區阿真的是超乎我們想像中很大耶 看過的Illumination也算蠻多的 然後這一個地方的特色我覺得 就是它園區 第一個範圍非常地大 然後裡面有七種不太一樣的住民 所以跟你們想看 Illumination那種很擠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一定要去吃早餐囉 我們現在準備要退房了 我覺得這個飯店很適合想放鬆心情的人來 那它的晚餐跟早餐都不錯 那飯店住起來蠻舒適的 而且浴場很舒服喔 而且它白天的戶外 不但有風景 然後還有高爾夫球場 晚上的話也有這裡非常特別 很完整的Illumination 跟令你意想不到的煙火 在這邊可以待上一整天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就往長野出發囉 那麼黃岸車還有一點點時間 要做什麼呢 就在長野市走走晃晃吧 我們現在往散光石的路上 這個街道整個還蠻有味道的 對阿 有一些那種 小小舅舅的商店 山光寺這邊的腹地真的很大 所以可以逛可以看的地方真的很多喔 我們剛剛走進來之後就被這個 山光寺的這條表參大整個鎮澤島 這邊給我們有一點像是 穿越那種小江湖的感受 我們逛完了山光寺 現在回到長野車站囉 以上就是上岳廟高阿帕 Hotel & Resort的介紹啦 我是鮑勃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